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关注的是台湾对原住民族群霸凌歧视事件频传 引发各界对原住民全民教育推动的关注 那么园民会主委一降巴洛尔3号是受到了花莲原教中心 及三民国中的邀请 对台中、一中以及台大校园歧视事件分享观点 那么主委是在全民原教研习课程当中 强调了,原民会也会积极与教育部讨论 研拟强化多元族群教育的力道 来改善台湾社会或校园的歧视文化 我们从戒言到戒言到民族化之后 我觉得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 主论本身不觉醒的话 很多的对话就会难产生 从1980年代街头企业运运开始 直到现在政府转型争议 为当代援运灵魂人物之一的原民会主委一降巴洛尔 以原住民族观点分享理解援运史 以及转型争议的意涵 让90年后的学生们三观打开 我的感觉是觉得蛮新奇的 因为就是都是我出生后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 我可能如果要说我最有感的话 可能就是无缝那一个吧 本来一开始是称班嘛 然后再到那个高沙 然后后面到那个什么环纳 然后现在变成原住民族 然后感觉就这样子他们拼十年 然后到我们到原住民族的名字 就感觉很感动 学生感动于援运抗争证明 推动原民族语为官方语言 以及制定原民教育法等成果 然而面对台湾社会或校园 对原住民族群歧视霸凌事件 陈出不穷 推动全民原教可不容缓 那我们现在看上讲解或说明 或者是举例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不过我觉得我们学校端目前在做 就是类似在打一个预防证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 很多元族群的一个国家 那如果没有这些做好预防证 他可能出去之后 那他反而可能会 除了对自己文化的自卑之外 可能对其他族群也会有抵视 那其实我在我个人角度 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关于像是园运的历史 或是整个转型任意 要进入教育体制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在商考的空间 是因为其实学生 他们的家庭背景 或者是多元化 都会造成他们吸收知识量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 我会倾向就是可能先等 知识体系做出来之后 或者是各个中小学 有相对的模组 可以给一般主流体制参考后 才来去做这个讨论 原民知识体制的建构 与全民原教能否及早进入主流教育体制 老师认为起步有点慢 因此现况多数仍在实验学校阶段 不过主委将巴鲁尔反倒有行 明星表示 原民会也积极与教育部讨论年龄 改善台湾社会与校园的歧视文化 我们会跟教育部 包括因为部长是跟我一起组织 针对这个启示事件的发生 我们会要更严肃的面对 接下来怎么样在教育端里面 不管是社会教育或是学校教育 让大家更能够用多元的价值 去认识不同族群的文化 这是很重要 推动全民原教强化多元族群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华联园职中心与三民国 终希望借由原住民族权力入线到实践特展 以及研习讲座 一起推动转型正义的工程 记者是宇兰玉礼镇采访报道